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等价条件 就这样一个定理 赤H是群记的飞峰子级 这下面的条件是整价的 第一个 H是G的子群 第二个 AB属于H 能够推到 A跟B的运算成绩属于H 当然这意味着群记中的运算继维成法 A逆属于H 第三呢 是AB属于H 能够推到 AB逆属于H 下面我们简单的 最初证明 首先 H是飞空子级 G的飞空子级 我们从1正到2 1H是子群 那么2呢 是AB属于它 A乘B就属于它 那么子群的话运算封闭了 那当然这个就板足了 然后 这个 A在里边 它子群的话 A的逆当然也在子群里边 那上次我们说了 这个由于运算跟大群中运算的一致性 所以在子群中的逆元素 跟大群中的逆元素是一回事 所以这个符号用的是 大群中的逆元素符号 这个其实在概念上是略有差异的 但是是一回事 所以1就推到2 很容易就推到2 然后2推到3呢 是这个条件满足 去推3 那么AB属于H 那么从2马上就推到B逆也属于H 那么A跟B逆属于H 从这里就叫两个的乘积属于H 所以AB逆就属于H 出来了 所以也就是完事证明了 然后再从3到1 3到1呢 是要证明 在非空子极的情况下满足这一条 他就是子群了 那么 这个时候我们要 这个证明 像运算封闭啊 这个结合率啊 这个有腰元啊 有逆元啊 这些都要证明了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来证一下 大家仔细听 我就不敢说了 这个顺序呢 这样一个顺序 先证明有腰元 这是对于任意的AB 所以我可以取B啊 就是A 取B就是A 那么由这条 马上就得到A逆属于H A逆就是腰元 所以腰元就在H里 H里有腰元了 然后再对里边的任何元素B 然后A呢 我就取腰元 AB逆属于H 那么B的逆元属于H 所以任何一个元都有逆元了 结合率是自然成立的 因为它是G的飞红子 G是群 之中的任意三个元素 它都满足这个结合率 那么这个一部分当然也满足 结合率立刻就出来了 还有就是运算的封闭性 运算的封闭性 那么AB都属于H 要证明A乘B属于H 那这个并不难了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有逆属于H 那么B在H里边 B逆就在H里边 然后我AB属于H 就推到AB逆属于H 然后AB逆属于H 再把这个逆逆带上这儿 A逆逆再扩乎逆属于H 那么就正好AB属于H 那就运算封闭性的出来 所以这个定理啊 证明是不难的 就是在这里反复的 这个用这个条件和 这个用我们这个运算定义 但是呢 比较起来 这第三条啊 比较好验证 所以这是整价的 那以后我们再验证一个 非控子集 是子群的时候 我就用第三条 第三条就验证 这一个就出来了 所以 以后我们不仅用第一 我就常常要用第三条 当然 用第三条的时候 不要忘掉 先要验证 它是非控子集 你要是一个空集 那就谈不到是子群了 这是 这个等价条件 那么这个等价条件呢 如果运算计为成法的话 那我们要 这要给出一个注 如果群运算 成法的话 是现在这样 那么计为家法呢 则这个条件就有些变化了 那我们就看第三条 这个第三条呢 我们就写成了 A-B 或者A加复复 B逆 在这里是复复了 或者 有时候我们就简单的写成 A-B A-B 其实就是A加复复 B的意思 这是给出子群的 冲要条件 那么如果是 如果这个H还有限 那么我们还可以有更简单的 这个判断的方法 设S为H为群迹的飞空 然后又有限自机 则 S是群G的子群 中复表条件 是S对G中的运算 封闭 这些条件 这些条件以后 这个验证更简单了 刚才没有加有限条件的时候 我们用第三条来验证 在飞空子羁 满足第三条情况下 它一定是子群 加了有限条件以后 只要验封闭性就行 只要验这个就行了 A-B在里边 A-B的成绩就在里边 就可以了 那么为什么 这个道理跟我们昨天的课里的一个命题 有关系 我们看一下 这个飞空子羊 如果满足封闭性了 它就是半群了 现在是有限的 那么它就是有限半群 因为半群只要求结合率 它在大群里边 结合率自然 那么有限半群 我们昨天讲 满足左右消去率 就一定是群了 那现在在大群里边 是不是自然满足左右消去率 那大群里所有的都满足 它这里边一部分 当然满足左右消去率 所以立刻就出来 所以这个命题 是这么样一个逻辑 这个过程 它就比较好用了 是吧 有限的比较好 只要厌封闭性就行了 这个你还得来个逆 对吧 还得来个逆 注意逆是在后边 AB逆 当然这个AB 其实是任意的 好了 好了 那么 这好用呢 我们就把它用一下 看看 比方说这样一个命题 人是子群 这样一个命题 这个命题 其实就是这个大G是群 然后H1是大G的子群 H2也是大G的子群 那么能够推出来 H1跟H2的交 也是大G的子群 就这样一个命题 这样一个命题 如果没有这些等价条件 那么只能用子群的定义来证明 就是要证明这个交 是大G的一个非空子集 然后呢 这个里边 运算是封闭的 满足结合率 每个人有逆远 所以他自己是按照大G的 这边是证明思路 那你看步骤是很多的 那现在呢 我们就简单了 那我们有了这个等价条件 用它来证明啊 就简单了 我对于 首先要证明 这是一个非空子集了 那么腰元素 一定在这里 对吧 H1里边有腰元 对吧 它是子群嘛 H2里边也有腰元 而且这腰元 都跟大群中的腰元是一致的 所以这个腰元就在交里边 所以这是个非空子集 这第一步 所以这个非空就出来了 然后呢 对于 这里边的任意两个元素 我看 A B 逆 那么因为 A B 都在 H1里 H1是子群 那么从1到3 就推出来 A B 逆呢 它应该属于 H1 A B 都在 H2里 H2是子群 那没有错 从1到3 就推出来 它都在 H2里 所以它就在这个交里 那 据这个定理 刚才这个定理 就知道 H1跟H2的交 是大级的子群 你看验证起来就要 步骤少 好几步 少得多了 文字书写上也少得多了 那么 现在我们考虑啊 如果不是两个子群的交 而是三个子群的交呢 是不是还是子群啊 还是子群 那么无穷和子群的交呢 从这证明上我们看 同样能办到无穷的 对不对 我这里没有设计到有穷无穷 我这里在无穷和子群交里 都有遥远 然后这个在无穷和子群交里 这照样推 所以这个对无穷也是成立的 这样我们就用了一下这个定理 我们看到 任意多个子群的交 都是子群 很容易的证明 我们把这个写成一个注 无穷和子群的交 也是子群 那么与他 这个相对应的 要注意的是 子群的病 未必是子群 因为这个交和病 都是集合里边的词 这请大家自己举一个反例 这请大家自己举一个反例 好了 这是第一个大问题 那么第二个大问题呢 我们为讨论商群做准备了 子群我们暂时讨论在这 为讨论商群做准备啊 我们先要讨论子群的陪击 左陪击与右陪击 首先给出一个定义 设 S是群G的一个子群 A呢 是G中的一个元素 这个符号 里边的元素呢 是小AH 小H是大H中的所有元素 这个符号啊 是大H中的所有元素 去乘小H 构成一个集合 子群H的左边 总陪着一个小A 我们把它叫做 子群H 以A为代表的左陪击 那么类似的 我就有A在右边陪着 就叫右陪击 那这个A在右边陪着 就叫右陪击 那么这个分别成了 成为A为代表的 成为以A为代表的 成为以A为代表的 就是左陪击 跟右陪击的定义 那么 关于左陪击的讨论 和关于右陪击的讨论啊 是 类似的 所以我们 主要讨论 左陪击 大家如果 作为训练 可以 类似的去 客下讨论 右陪击 能写出 完全一样的 一套东西 那么首先 关于左陪击 我们有这样一个定理 说H是群体的一个子群 我们有 这个式子 A跟B有关系 就是A逆B 属于H 是吧 定义的一个关系 是一个等价关系 是 集中的 等价关系 那么这一点啊 用等价关系的 反身性 对身性 和传递性 很快就能证明 这个我留给大家 自己去证明了 这个 也不写字证了 因为这个很简单 我想 不用刻上时间了 但是要注意 在记忆上 这个和这个 别记拧了 这个是A逆逆 这个是A逆逆 那稍微有点差异 那稍微有点差异 那么有的人可能想了 说这反正子群啊 他在里边 他逆不也在里边吗 他逆在里边 逆一下的话呢 又变成B逆A 逆还在前面 那不能出来个AB逆 这个逆在里边 他逆是B逆A 逆总在前面 好 这是定理的第一部分 请大家自己去验证 这个三系 完成证明 然后第二部分呢 是说 这个等价关系 就有等价类了 那A所在的等价类 那么 恰 就是 A为代表的左配级 A为代表的等价类 A为代表的左配级 这样的话呢 所有的左配级 当然重复的只取一个 就是G的一个 分化 或者叫分类 我们当时说 不相交的B 而等价关系下 所有的等价类 重复的只取一个 就是分类 那现在 如果我证明了 A为代表的等价类 就是A为代表的左配级 那所有的等价类 搁在一起 是G的一个分化 那所有的 左配级搁在一起 也就是G的一个分化 所以这句话 就自然证明了 是吧 因此我只需要证明 中间这一点了 那前面请大家 自己去验证了 后面呢 是由它 很快就推出来 所以我就证明这个 指证 对任意的A 这个A为代表的 等价类 等于 A为代表的左配级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证明左边 包含在右边里边 右边包含在左边里边 互相包含就完成证明了 右边 左边的任何一个元素 小B 我们来看看 小B如果在左边 那么就在这个等价类里 是吧 那么说明 B跟A就有关系 这是等价关系 那么也就是A跟B有关系 A跟B有关系 根据我们的定义 就是说A逆B 属于H 那么 我就可以在大H里边 找到一个小S 使得A逆B等于这个小S 这就是说B 等于 把A乘过来 两边左乘小A 这边变成单位了 腰元素了 这边就变成AH 这不就在这个AH里了吗 对吧 左边的任何一个元素 小B都在右边 AH里边 反过来 这右边的任何一个元素 我也叫小B 那么就说 存在一个 小H 属于大H 使得 小B 等于A小H 这个就是 左边称小A 就是小A逆B 等于 小H 这属于大H 这表明这个 AB有关系 是吧 所以A跟B就有关系 那么B就在A所代表的等价类里 这就证明 在右边的任何一个元素 小B 都在左边 所以就所有互相包含 故 这个 所以任意的 小A属于G 都对 那这样就把这个完成证明了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关系 是挺重要的一个关系 在这个关系下 这是个等价关系 而且这个等价类呢 恰巧就是左胚级 现在我们对左胚级 有一个新的认识 就从这个关系上来认识 这个关系是等价关系 这个关系的等价类 就是这个左胚级 那么 由此可以有一个推论 设 S是群G的一个子群 AB呢 都是这个G中的元素 则 A为代表的左胚级 跟B为代表的左胚级 相等 初二条件 就是 A逆B 数于H 那 就得到这样一个推论 这是因为 我们刚才这个定理告诉 我们左胚级 就是等价类 所以 A为代表的左胚级 就是 A为代表的等价类 B为代表的左胚级 就是B为代表的等价类 所以 两个左胚级相等 就是两个等价类相等 而两个等价类相等 说明它这个代表员在 同一个等价类里边 也就是说 这两个代表员是 有关系的 而有这关系 这等价关系 就是这关系 所以这个 就是关系的定义 但是这个表述呢 给出了两个 左胚级相等的 冲药条件 这表述是 另外一种表述 它给出了两个 左胚级 相等的冲药条件 所以你别的都不看 你仅仅看两个 左胚级相等的冲药条件 就这两个代表员 一个取腻以后 一成 正好在这个子群里 代表员其中一个取腻 但腻要在左边去成 正好在这个子群里边 这个就是 左胚级相等的 一种验证的手段 那么左胚级 从这个定义上看 它是 群级中的一个子集合 它是不是子群呢 这个子集合 它是不是子群呢 从这里看 它说是这种关系 它等价类 这个导带里也要清醒 它不一定是子群 因为它不一定有群的结构 首先 这个里边就未必有腰元素 这未必有腰元素 这个可以仔细一起想想 然后可以再想 这个左胚级 是子群的重量条件是什么 现在是两个左胚级 两个左胚级相等的重量条件 左胚级未必是子群 但是有时候也可能是子群 左胚级是子群 什么时候能是子群 重量条件是什么 像这些问题 都是可以考虑的 而且我们在后面的推理当中 很快就会浮现 这是第三点 推论 第四 我们给出一个 水培机空间 还有一个叫做子群的指数 概念 左胚级空间 子群的指数的概念 我们给出一个定义 所以这个x是群G的子群 那么G 关于刚才我们给出这个等价关系 所以刚才已经 这个有定理 证明过它是整价关系 这整价关系呢 是A跟B有关系 用A逆B 属于H来定义的 所以H一定要是子群 H是一个 随便一个子集合不行 我们这里 用到H是子群的条件 否则它不可能 推出是整价关系 那么整价关系呢 就可以产生商集合 现在说 这个G 关于这个等价关系的商集合 我们过去 上面是大群 下面是关系 这个关系中 可以出现商集合 商集合里的元素 都是等价类 而现在呢 这等价类全都是左胚集 所以这个商集合中的元素啊 都是左胚集 我们现在 就可以有两种叫法了 那过去的叫法 它称为 G对H的商集合 但是现在因为是左边的 我们把它叫做左商集 另外一种称呼呢 可以称为 这个 大群 对于这个 H的左胚集 因为里面都是左胚集 这样一来 我就给出左胚集空间的定义了 就是我们过去 熟悉的商集合 这等价关系 那 所确定的等价类 就是左胚集 所以这个商集合里面 都是左胚集 再重复的 左胚集只取一个 注意到 这个等价类是可能有重复的 那你取不同的代表员 可能代表同一个等价类 只要他们有关系 那么左胚集也一样 两个左胚集相等 是说 这个东西 在H里面 当然也可以说是 这个代表员 这个 处于同一个等价类 但是我们现在是用左胚集的语言 所以你当然尽量用左胚集的语言来描述 在同一个 这个 这个左胚集 两个左胚集相等 这重复条件 现在不能取重复的 就像等这个商集合里面 等价类不能取重复的一样 那么现在我的左胚集空间里面呢 也不能取重复的左胚集 但里面全是左胚集 现在观点全是左胚集 或者原来观点都是等价类 那么好了 这个左胚集 空间中 元素的个数 我叫做这个子群 关于大群的指数 这指数的概念 这样来的 下面我们再写一个 所以 这地方还有个计法 这地方 计法 称为这个的左胚集空间 计为 这个 然后 这个左胚集空间当中 元素的个数 或者说说 这个集合的基数 或者是 这个呢 称为 这个子群 H 在大群中的指数 大群是 大G 所以这个词啊 叫做指数 其实是指 左胚集空间中 元素的个数 然后 称为指数的时候呢 我改一个计法 要方错弧 对吧 然后 前面是大G 后面是H 子群 然后中间的两个点 像冒号一样 对吧 这是 这个 子群 在大群中的指数 那 他现在 他现在 好 当然注意 我们这一小段的 叙述啊 都是 假定 群中元素 的运算 计为成法 那 如果 这个计为加法的时候 就不一样 我现在每次都这么提醒 到以后 自己都会 这个 转化过去 当 计中 运算G为加法的时候 这个 关系的表达 A 逆B 数为H 就是 这个 负A 加B 数为H 对吧 A逆是负A了 但是我们 运算 但基为加法的时候 往往都是 运算 满足 交换率的时候 是吧 我们才 基为加法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写成 B 减A 是吧 负A 放到后面去 也一样 是吧 往往呢 加法是 满足 交换率 而 左配级 这个 也计为 这种左配级 也计为 加法了 原来是乘号连接的 是因为我们原来 运算 是用乘法 所以这地方呢 是小H 乘H 现在呢 总共运算 基为加法了 这个是小H 加H 那么这底下呢 表达的 这个 内容呢 也是小A 加H 这个是 应该 注意的 我们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 是 整数加群 整数加群的子群 我们上次有个思考题 都可以写成MZ 那么子群在大群中的指数 那我现在就拿MZ 就是M的倍数 它自己构成一个子群 它在大群中的指数 恰巧就等于M 我们来证明一下 当然我现在这个M呢 取自然数 我们上次那个M可以取整数 这地方限定一下 取自然数以后 我们表达上比较方便 我们有啊 这个大群 可以写成 这个 左培级的病 因为它是一个分化 左培级啊 搁在一起 是大群的一个分化 是不相交的病 不但是一个病 而且它互相还不相交 我们把它写出来看呢 就是 以零为代表的 左培级 这个时候是用加号连接的了 那零加MZ 在病上 当然我得清楚 我们比方说 也可以打个后弧 病上一为代表的左培级 然后再病上二为代表的左培级 一直病到最后一个是什么 是M-1 为代表的左培级 后边是一个子群的符号 这个左培级 没有M代表的左培级呢 因为M-0 属于 这个 左培级 因为这个 A-N-B 现在用加号连着 是这个 这个要属于它 那么是 这两个 左培级 是一样的 M代表的 代表员一减 就在这里 一减不就是M吗 M的倍数都在这里 所以 这两个 左培级 是一样的 这就用到 那个左培级 相等的 重要条件 一样的左培级 我们不能重复取的 所以 再过去 就回到这个 左培级上 那么 原来还有一个记号呢 是 等加类 那 零为代表的等加类 变上 一为代表的等加类 一直变到 M-1 为代表的等加类 这是两种 不同的 表达方式 但其实内容是一样的 因为等加类 就是左培级 注意在这个关系下 等加类 就是左培级 但不管怎么说 我们考虑 左培级空间 左培级空间 就是由这些 左培级构成的 这左培级空间 而左培级空间中 元素的个数 就是 子群在大群中指数 现在这里 一共有M个左培级 所以这个指数 子群在大群中的指数 就是M 左培级 空间中 元素的个数 这样一来 我们把这些概念 都用这个例子 给串起来了 给串起来了 这就是 这个例子的解 同时呢 也是 对前面一些概念的 这个解释 那么 后面呢 我们还要进一步的 给出一些 跟它有关系的定理 我们先休息吧 休息十分钟 从现在起 然后十分钟